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3月14号马来西亚时间12点pm ok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的比特币 ok 今天又上又下 比特币一直在37000 没有到37000 就38000到39000 甚至有一次 他会突破到40000 可是又掉回下来 也就是说他一直在38-39000 这个地方在徘徊 今天如果我们看回图的话 也不难发现 如果我们拉这个 vp vr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这叫 fixed range volume profile 也就是说他会给你看到 这里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我现在画的这个正方形里面 这些每一个价位 到底对应的交易量有多大 你可以看到这里越高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 这个38800这个位置 是最多人换手的地方 ok 就是交易量最大的地方 这个也形成了 这个很强的支撑区 再来就是因为现在近期比特币的 这个交易量的确比之前大 就低很多 ok 低很多 就大就是说流动性没有像你之前那么疯狂 short term holder 或者是short term trader 已经是很少了在这个市场里面 比起在2020年到2021年的那个牛市 之前我们看 如果你看我的这个 video 在讲这个 e-liquid supply 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有提到 那个链上数据 我给你们看这个图吗 这五眼六色的图 这五眼六色的图已经跟你们讲到说 就是现在市场上里面 冲斥着最多的钱是lazy money 也不是说不好 也不是讲是贬义词 只是这个是因为他们是 long term holder long term holder 他是不会轻易的去到市场里面 去做买跟卖的动作 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是被买卖 才有推高价钱跟跌跌 跌更低的价钱这一回事吗 所以当 short term holder 也就是说这些 我们讲说是 short term holder 或者是讲难听的叫韭菜 当韭菜这个 这个momentum或者是这个雪 没有在输出 在已经输进去这个市场里面的时候 市场就会好像一片惨淡这样 目前还没有到惨淡 惨淡的一个说法了 对我来说什么叫惨淡 他跌破3万以下 甚至跌破2万这个叫做惨淡 那么在那个情况下 他要再重新进入回牛市 恐怕真的是要等到两年后 也就是等到下一个哈并 也说不定 OK 那么在我现在的观点 我如果你有一直以来 佛罗我的影片的人 我都有一直提到说 就是尽量去囤你的比特币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急着把钱 cash out的你的投资的周期 是一年甚至三年的话 是要等到下一个牛市到来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在讲 这通频率的话 OK因为今天如果你是 short term 的话我可以跟你讲 90%的不赚钱之前 我给你们看回这个 数据上来说 全部这些 short term holder 都是在帮有钱人赚钱 也就是那些 long term holder 在赚钱 你会发现到 每一次被割出场 被少出场的都是这些 玩短线的 就在6万买 然后跌到5万4万3万 我受不了了 我要割肉砍掉 这样你想一下那3万块钱的 假设6万块 你买进3万块 你卖掉 那3万块的 profit 去了哪里 很明显就是去了那些 后的后的比特币的 然后到最后赚钱的人 OK这样简单 这个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个就是市场的那个真面目 不用把它弄到这样复杂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positioning 就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赚钱 还是一个trader也好 或者是投资者也好 你一定要有耐心 把时间线稍微拉长 也就是说今天我 会囤比特币 不是因为我看到说 今天或者是明天 他就会往上涨 没有 因为此时此刻 如果我们看天图的话 他还是属于 downtrend OK 而且他现在停留在38000之下 这个红线之下 OK 而且他整个大体上来说 之前我有画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正方形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 现在如果我们用这个系统 就是这个 整个这个橙色线来 橙色的这个框框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属于 downtrend 即使之前 DL他还是有机会转 uptrend 可是我也讲说 如果还要转 uptrend的话 一定需要突破之前的这个高点 也就是51500 也就是52000了 OK 所以这个我们不讲太远 因为他也还没有突破52000 他连最基本的45000 这个关键的阻力都没有办法突破 而且现在他还是跟我上两个 上个礼拜前三天 我讲的这个被值的阻力还是存在 他没有突破千高点 就是之前的42500 所以现在他停留在一个蛮 不讲尴尬的状况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讲方向 完全没有 他虽然现在我们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停留在这个价位是刚刚好 对应我们之前这个支角三角性吗 可是现在他也没有说是一个很有力的反弹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你讲什么 因为可能等一下我upload影片的时候 他才走下来 或者他跌破或者是要往上走 那么我就不去多谈这个speculation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5050的概率 所以我不去讲 只是我们知道 他现在停留在这个直角三角性的这个 这个支撑部 OK 那么这个支撑部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判断 现在看天图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是无限接近红蓝线 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直角三角星真的是成立 OK 他真的是往上回弹 然后他就会形成uptrend dl的uptrend 天图的dl uptrend 可是dl的dl图的这个uptrend的话 你就要开始去想了 OK 假设他突破在这边的时候 OK 假设他突破高点了 OK 到这边43000好不好 OK 他就形成一个盘整的趋势 OK 盘整的趋势 因为他就会自动变成 他又可以化成是这样子一个歌 OK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动态推延 然后我不知道给预测什么东西 OK 他假设走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子我们就要看他这个逐渐收窄的过程 他会 还会不会跟这个直角三角形有一个重合 那么如果重合的话 只要他这里一直在收窄 dl的uptrend也会慢慢推进往往上走 那么讲到完 就是我们要看到说他会不会 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我们叫做耗三星结构 如果你有看只有图案的话 他在慢慢不断的压缩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代表说 他要决定方向的那个时间就已经快要到了 那个就是说我们要 开始去准备做动作的时候 所以现在还没有还不是时候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要空长处理吗 对吧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可以讲暂时避开 因为完全看不到方向 你看天图也好 虽然他现在走下行线段了 可是他也不是一个典型的下行线段 然后他没有走一个1234周期 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没有什么底背离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看就对了 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方向 只是我囤币的前提是 我是要囤币 我讲之前用Bitcode也好 我可以用Bitcode 因为Bitcode还是可以用BTC ETH USDT这三个不同的这个资产 来去任何一个你要做的交易 假设你要却鲁纳 可是你不想要换去鲁纳 你想要囤比特币 可是你看到鲁纳有交易机会 可能有底背你 那么你可以直接用比特币来去吹这个鲁纳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的破费的结算也是会引 计算以鲁纳为结算这样子 OK这个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囤币 OK因为我想说 比特币只会越来越难拿到 因为现在暂时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一波啊 全部都是因为 short term holder 丢货导致的 OK而且你会发现到时不时 你会看到那些大鲸鱼一直在 吸盘一直在吸筹 我要讲的这些不代表说他不一跌破3万 我只要跟你讲说 现在已经是在换手了 可是目前还没有到洗牌 洗牌就是我之前讲的capitulation 你可以看回这个也是这个影片 Eliquid supply这边 OK我讲到capitulation 那个叫洗牌 目前还没有洗牌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后比特币 一年以上的都还赚钱 OK什么叫洗牌 洗牌是年后 for一到三年比特币 甚至五年的人 五年它是太夸张 一到三年的人都会in paper loss 就是你比特币后着的话 你反正让你是亏钱的 说在那种时候呢 如果真的capitulation 我们如果看到capitulation的点是在哪里 它会跌到2万左右 所以如果它真的跌到2万到或者1万8000 我可以跟你讲 我个人OK 我会真的是想办法挤出每一分去收比特币 因为我之前也讲过一个观点是 今天不管虚拟货币怎样发展都好 怎样以太坊怎样厉害 Avalanche SharePoint协议怎样给 他都是 发现到币 因为比币圈它的发展的速度很快 OK 他很快就代表说 他一直会有新兴的一些project 这样这些新兴的project 背后都是谁都是developer 都是人 这样这些人假设 他真的做到那个项目很好 赚到钱 他 我 我可以跟你讲很多地方 他一定会把比特 他一定把他的资产 有一部分转移去以太坊 或者是比特币 因为这是两个比特币圈的大了 因为他们也极其清楚知道 如果他们不知道 他们的项目能否 能够成功下一个在币圈内的革命 因为你会发现到 在短短的这十年间 从D5然后突然间就变成D52.0 然后又metaverse又NFT 所以它是一股风 再接着一股风的一个浪潮来的 如果你不去做一些币 显的这种diversification 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话 你就会被卡在你自己的币里面 就好像以前假设 假设了 我好像之前签令 可以签令之前 在D5刚刚起的时候 Oracle 所以很火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签令 他就死在那边了的 OK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 他 所有的资金流到最后流入 流入币圈的 到最后都会有一笔沉淀资金 会流入比特币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你可以不赞同 可是这个是我看到的现象 OK 所以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 比特币就是在币圈里面最好 或者是最稳的 相对最稳的 比避险资产 也就是说你不断的去累积比特币 一定会有资金又回流来比特币 有些人做了割了韭菜 什么什么 到最后还是会回流来比特币 OK 那么相反 如果比特币也 也真的是归零的话 那么其他的也不用玩 OK所以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囤比特币的原因在这里 OK 当然如果有人会问以太坊也是OK OK 可是我比特币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OK 说我们讲回来这里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38300 还有点回弹的样子 然后这里要讲的一个点是这里 它是一个湖顶吗 这个湖顶对应了这个颈线 OK内线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假设之前我们有看过这个叫M 顶吗 OK 说这个是M顶的情况下 这里有一个支撑 现在37000左右 OK这37000就很关键了 如果他跌破的话也不意外 因为的确他现在还是在走着这套系统 这一套系统里面呢 就是 高点越来越低 而且 sorry 就是他的低点越来越低 就是他没有突破千高点 他就是叫典型的 lower low跟 lower high OK你看到他的高点都是越来越低 他的低点也是越来越低 所以在这一套系统里面 他还是属于 downtrend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他会不会转 uptrend 在DL的时候 OK DL的 uptrend 可能会形成一个开头 那么这个开头之前 在只有图案 我有讲过要分阶段 有三个阶段吗 前一第一个阶段挂底跟真重 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在这个 这个小系统里面 这个小方格里面 我们看到他是 uptrend 可是在大系统里面 他是 downtrend 这样我们会有conflict 可是conflict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每一次的大系统转 uptrend 之前都是由小系统开始的 OK 这个无庸置疑吗 所以你可以用小风 小就是我们讲的 挂底 挂底不用放太多的 就是你的damage cost 还是在一个很小的阶段 就是你要总的去算damage cost 什么是damage cost 去我的instagram dm我start crypto trading 第三支video OK 我会删你12 video 12个video里面 第三个video 就是讲damage cost 你一定要知道 你每一笔交易进去 你是亏多少 假设你每一笔交易 你是愿意亏5%或者10% OK 那么你就倒推算 再用那个公司里面去算 那么算出来了之后 你的damage cost 你可以先把它控制在5% 因为你要做分批 OK 那么真的是重看 你亏5% 可是如果真的是 这边你看到有debay 所以你进了 他变成up trend 那么你可以尊重 那个时候你再把你的筹码打进去 你本来就要进了margin 你的成本打进去 那么你可以放safety bin 在那个最糟糕的情况下 你只是没有赚吧 因为你可以把什么叫safety 便就是你把你的止损 放在你的成本价 也就是说你可能进奖 进在3万8 OK 这样他已经涨上去了 然后你加仓 那么你的 已经是在profit了 你在profit的话 你就把你的那个break even 你的那个safety 费变货的止损 放在你的成本价 也就是38000 那么他现在涨到38500了 OK 那么我是不可能亏了 他掉下来38000 我离场 我没有亏没有赚 是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在这个小系统转变成大区系统 up trend之前 确认是up trend之前 我们就做好这个挂底的动作 那么后面我就有更好的操作空间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 他到底这一个三四角三角星 会不会造成一个有效的反弹 导致DL突破 那么DL突破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挂底 OK 什么是挂底 想要了解详细 你可以去看021 OK 只有图1 3.0的 video 我也有提过的了 这里总共有1.0到5.0 有20个小时的影片 每一个都很重要 OK 没有废话 全部是经税中的经税 都是我现在在用这个东西 OK 我会随着我的成长 去跟大家去讲解 我到底是怎样操作 为什么我可以上尾赚 下尾赚两头去赚它 而且是相对稳定的去赚 OK 我这里不是教你一页报复 所以你今天要一页报复 想要拿到一个trade call 然后明天就翻倍翻5倍 这是不可能的 那请你离开 谢谢 OK 那么我的 我们都知道你今天follow我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要看 三到五 没有三到五年 一到一到两年 OK 一年是基本的 你可以你一定要用一年的眼光来去 看你的交易 不然你会很辛苦 OK 现在在我们做做这个录制当中 他已经在开始反弹了 OK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会不会突破 这个dl uptrend OK 然后按照这个我们再去做 实际上的去操单 那么在我的treat ancent trade updates 我就会实际的去跟你们讲 我到底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 做一些什么这样的布置 OK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的VIP 这些都是我们VIP的成绩的 都是最近的成绩的 有没有往下滑一下 OK 今天的时间 OK 11点 OK 全部都是新鲜出炉的 OK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按这个home button 在这里有一个 join button OK join button 你就可以点击进去 让你选400块的 那么有很多人会问我 哎 到底这个是什么差别 哎 有了 400块呢 就是你可以access 所有的discord的那些资源 然后VIP的每一次的直播 你能够看到了 ancentrate updates 然后一些IDO的外列 今天我要讲 今天我们的IDO 就Anonverse 今天会IDO很重要 然后等一下会得活动 记得去参与 OK 今天我们拿到了外列 不要浪费掉VIP 记得OK 收400块会有这些福利 还有一些 当然我有什么都会尽量加价值 给VIP 因为我今天要做的 就是建设训 我要有手中的影响力 今天没有你们也做不到 OK 这样我做为什么要收收费 社群不用费 不用费用了吗 因为我要filter 我不要那些主要马口进来 然后每天会为了那一两块 5块4块美金的事情来炒 Please OK 我不得控 entate你们这样子的人 OK 那么400块 已经是经过entate 这样当然这些钱收到 我是不是收到我的口袋 当然 这样这些钱 你们可以自己眼睛看到 在这个discord里面 OK 这样多的东西 而且时不时 而且每一次都会有event 昨天才做了一些event在玩的 OK 都会有做这些update 让这个社群去活跃的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些钱是花出去 不是讲全部进我口袋 是真的是要滑出去去做维持 去做推广之类的东西 OK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支持 OK 然后也是帮到你自己 那么这个30块的很多人会问 OK这30块是有点像 一个trial这样子了 你进来了之后 你可以access的是这个普通的 这个 这个聊天群 OK 可以问一些trading的问题 OK trading基本的问题 OK 那么如果你不想要给钱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进来 你可以去点击 那个我这里有一个home page 有一个discord的 link点进去 然后你可以在公共区去问 只是在公共区里面 我们只会问一些基本 回答一些基础的问题 好像怎样开户口啊 这些基础问题 那么trading的技术问题 或者一些计算的方式 你可以加入30块钱来trial先 OK 这样当然不能够access VIP的资源了 他资源会相对少 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在我的直播的时候 你可以 因为我每次直播 我只会开放给member去 去问问题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个是否30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么这个10块呢 是我当我开公共影片 就是公开的live的时候 你可以在里面讲话 一样 因为我只开放给我的会员讲话 OK 我不要 OK 我没有因为不然太多太多废话了 OK 所以这个是有兴趣的话就进去吧 OK 然后你要开始做交易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交易户口 我自己用的交易是用bybit OK 交易手是用bybit 我用了两年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 lag 没有插针 时间没有玩臭的 记得就用这个 然后一定要用这个令申请 才能可以拿到这3500块的bonus OK 不然是没有的 点击这个令申请了过后 你可以去用app store apple store android 全部都有他的app 用他的app登录就可以了 他的app是很好用 我自己吹也是用他的app来吹的 OK 说是这样子 还有最后 OK so OK 现在38800不用紧张了 OK 不用紧张 完全不用紧张 我们就是等到他play out了 我们trade what we see don't trade what we think 所以刚才这个系统 我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 有底背离 或者是对应的FR也好 或者是对应的fibro的 那个回测点 我们在这样 现在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要稍微耐心的 等一下 当没有交易机会 你也不用硬硬去挤 会去找交易机会是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我们等我会在 ancentrateupdates里面去做更新了 OK so这个是我们的交易 我们的那个社群 OK so我们现在来提醒一下 今天的anonverse的这个ID anonverse的ID anonverse anonverse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video 我找过你打ancent anonverse 基本上就有了的 OK我就不找了在之前的影片 OK anonverse的简单来讲你可以我可以随便这样点击给你们看它的页面 因为看它是已经相对很成熟的一个页面 然后它之前的contribution也是 我们看一下contribution 不懂还怕还会放着 OK so你可以看到它之前这个contribution 就已经融了5个5个million的美金 OK 这个算是很多 而且是破纪录 在BSC chain上面所做contribution 所以它是已经是已经融完第一轮了 而且这个是之前我们就有讲过 你们不懂有没有参与到有参与到 在下面写我有参与到 所以它的东西是相对成熟 而且陆续续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活动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来看 我有一个一个讲我也讲不完 OK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 它的这个ID 我今天 white list 今天OK 它是这样子的 今天就是马来西亚时间 晚上10点 也就是 utc 时间 2点的时候 OK 14点 OK 它就会开放这个ID 哦了 说IDO 它是先给white list 之前我们在VIP里面 我有开放 就是把我帮我所拿到的 全部打回给社群 OK 我自己是只是也是拿回 我自己该拿的一个这样子 OK 说的white list 拿给你们 你们就继续去拿 因为你不拿的话 半个小时后就会自动留回给 公开的人了 OK 所以white list的人 记得在前半个小时 去抢这个IDO OK 这个IDO总共会只会raise500千 OK 所以你们先要赶快先到先的一个 anon 现在是差不多这样子的钱 所以 一样 它这个是我之前放在的是这个叫做高 不是叫高风险 叫做 啊 高回抽的这个啊 高 早期有爆发潜质的项目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价钱相对来说很便宜 而且它现在还还在很早期 OK 所以你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看到早期的这个项目了 OK 所以看到了 你花一个100块1000块美金 基本上 我不是讲它一定一定成 如果还不成的话还亏1000块 可是如果赚的话 它可能会可以赚1万块这样子 我不是讲一定要应亏自负 不仅自己做个功课 OK 之后要跟你们讲这些项目都是你们一直想要的 赚所谓赚的10倍50倍 可是今天如果你又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你又要想要赚到10到50倍 这样你想要怎么自己骗自己啊 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OK 所以这里Log schedule很简单 你参加这个IDO 一一 launch的时候 就是after IDO的这个Event一结束 你就可以拿到10%的这个都跟这个叫TG 就都更Generation event 那么它就会有180天的Cliff 就是我们讲说要等 还要等180天 180天过后 他就会用180天来去Linear Invest Linear Investing 也就是每一天的去分这个币给你 也就是说假设你买的是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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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了 假设那么100块等值也就18 前会在当天 这个IDO结束的时候发放给你 那么剩下900块呢 你要等到180天过后 然后分 然后再接下来180天 他会每一天 就是你拿900除以180 那一个数字就是每一天 他会得到给你 给你得到的那个 数字了 可以可以明白吗 OK 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视野也是看到一年的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日月 过月包袱 所以你这个1000块 你就当做是不见了的 那么你就等一年后再回来看 到底他会涨到可能 不用多了 他可能涨到两分两两分钱 还是两脚钱 OK我两脚钱 你得太夸张了两分钱吧 OK 那么就100倍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完全有这样的可能 那么你的1000块或者是500块 他就是反100倍了 这样当然 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这个project 当你一直在follow他的时候 他一直真的很用心 在做新的event 好像最近这个 他要送出这50个NFT OK50个NFT 总共6000块美金了 参与详情 就是去参加他的这些 am a ok 就是听他的 am a session 然后可以拿了5个 然后这个是他的metaverse puby treasure 和你去他的metaverse里面 然后去sightseeing ok sightseeing就是去走走看看 然后去 完成他的对应的任务了 然后去follow他的这些 anoverse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链接 等一下我会放在里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说 怎样去 去啊 参与这些东西 去参与拿到他的NFT ok他的NFT 就是按照这里 我就不细讲了 如果你看不懂英文 等一下 你可以在我的discord里面 会有会有班长 把它翻成中文 ok 简单的翻成中文 你们就可以去 去去想参与了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活动 还陆陆续续都一直会有活动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ok 所以是IDO的详情 记得去参与今天晚上10点 过了就没有了 ok 好说的今天的大概影片也到这里 今天就没有卖 这学院已经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ok 说 啊 哦这个VPAS我稍微提醒一下 因为我刚才有看到 他讲说他会送4000 Airdrop4000个VNFT 这个4000个跟这50个NFT是不同 因为这50个NFT是盲盒来的 说当下当然这个像50个NFT 它的价值会相对高 ok 它的底价就已经6000块了 ok 6000块就差不多是一个差不多100块美金等值了 ok 差不多100多块美金 那么这个 X protocol 会有比Airdrop4000个VNFT 属VPAS收的 什么是VPAS VPAS就是这个NV这个东西 ok 它会随着人数增加 它的价格也会增加 ok 所以尽早进去的话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这个生态有兴趣 你们就可以点 去买它VPAS 然后去看 会不会拿到这个NFT 这个VNFT ok 说了这个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旁边小铃铛 然后周一到周 这个video就不会错过 还有想要开始交易就不要犹豫 马上开始行动 点击这个bybit 连接申请 想要用币本位交易就用bitcode ok bitcode连接我会发在下面的这个 这个资讯栏下方 ok 说了这个今天视频 如果行 ok ok 说这个APEX 请大家拭目以待这个东西 我大家之后再跟你 你们讲 今天来不及了 ok 想要加入vip 就按 join member vip traveler 就可以好了 ok 说的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先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Peace out by bwd6 拥有坚硬的心 拥有坚硬的心 优优优优优独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大家看